山洞里出现奇怪的金蛋 一夜之间让时空都停滞了下来 几个小男孩从此过上了每天吃喝玩乐的日子 今天虎将带来的这部电影叫做《被掩盖的时间》 女主小花从小父母离异 后来母亲也因为车祸意外去世了 她便跟着继父来到一个小岛上生活 在这里她认识了唯一的朋友小明 并且发现小明是从小在孤儿院长大 两人因为同病相连距离渐渐拉近 还发明了两人沟通的暗语 经过一天天的相处 他们甚至萌生了爱意 并在秘密基地小木屋里献出了彼此的初吻 这天他们和另外两个小伙伴一起来山里玩 小花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山洞 几人感到很好奇便大胆钻了进去 当他们来到山洞里 发现这里有个会发光的怪蛋 他们把怪蛋带出山洞 小花这时却发现自己的发卡不见了 她赶紧回到洞里寻找 等她出来时 其他小伙伴都不见了 只剩下被摔碎的蛋壳 到了晚上 小花还在山里寻找 她找遍了整座山还迷了路 随后便累晕了过去 他们的家长看见孩子这么晚还没回来都很担心 于是选择了报警 警察进山寻找 却只发现了晕倒的小花 小花醒来后告诉警察他们经历的事情 但所有人都不相信 她只好带着警察上山 但山洞却消失了 与此同时 在海边搜寻的警察 发现了其中一个孩子的尸体 这下他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警察动用大量警力去寻找另外两个孩子 但一直没有进展 就在这时 小花却在山里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男人 男人长着陌生的面孔 但却告诉小花 自己是小明 这可把小花吓坏了 她马上往回跑 警察得知这个消息后 在山里开始搜查 没有发现小明 但找到了一个笔记本 小花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因为笔记本上写着的 正是她和小明独有的暗语 她通过笔记本里的内容 终于知道了那天发生的事情 就在小花回到洞里去找发卡的时候 三个男生把怪蛋摔碎了 那一刻时间突然静止 除了他们以外 所有事物都固定了 他们一开始特别开心 跑到餐厅偷吃东西 去便利店随便拿零食 也不再去学校上课 一直在游乐场玩 但是没过多久 他们就觉得这种生活特别无聊 于是想离开小岛 但是连海水都冻结了 就这样 他们每天在商场里 过着百无聊赖的生活 直到其中一个小胖 哮喘病发作 得不到救治后 便不幸离世 小明和另外一个小伙伴 便把他埋在了海边 剩下的两个人长大成人 但另一个男生却因为太孤独 选择了跳海自尽 从现在起 就只剩下小明一个人了 他也想自杀 但他从悬崖跳下去后 却发现自己没有死 原来 世界这时已经恢复了流动 只是一切还停留在他小时候 也就是16年前 只有小明自己的时间在一直流逝 知道真相的小花来到小木屋里 发现小明其实一直都躲在这里 两人抱头痛哭 小明在墙上写满了他们之间的暗语 还雕刻了自己的画像 小花决定要帮助小明 于是他带小明来到孤儿院 但院长却并不相信他们所经历的事情 也早已认不出长大后的小明 小花这时想起 当时他们进到山洞里时 其实有两个怪蛋 如果他现在找到另一个 砸碎后让时间静止16年 自己就可以变得像小明一样了 但小明制止了他 他知道这16年来 自己过得有多孤独和艰辛 于是小明决定要带小花离开 但小明却被当作了 诱拐儿童的变态被通缉 两人因为没有证件买不到船票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 警察早已守到了门口 小花为了帮助小明逃跑 决定自己留下来拖住警察 他们约定晚上在小木屋会合 小花被带回了警察局 警察告诉他 小明就是个骗子 小花没有反驳 他知道警察是不会相信的 晚上他偷偷跑出警察局 想再次进入山洞拿到怪蛋 就在他拿到怪蛋准备离开的时候 怪蛋却不小心滚走了 小明在这时正好赶来 他捡起怪蛋 但是拒绝还给小花 他决定承认自己是变态 让这一系列的麻烦事彻底结束 突然山里发生了地震 小明趁机带着怪蛋离开 想要带着怪蛋自杀 小花赶来阻止 警察也来了 小花决定保护小明 他站在警察的枪口面前 把小明挡在身后 并祈求警察相信他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警察突然从旁边抱住小明 小明用力挣扎 却撞到了小花 让小花意外掉下了悬崖 不久后 小花在沙滩上醒过来 他发现自己没死 他知道 这是小明砸碎了怪蛋救了自己 小明又一次 停留在了静止的时空中 过了一段时间 小花要离开小岛了 在轮船上 他却再次遇见了小明 小明的脸上 已经带着一丝沧桑 但小花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 小明转过了头 两人相视一笑 影片到这里就基本结束了 时间凝固的时候 仿佛就连希望也被冻结 但是他们相信 两人终将会拥抱彼此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见